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好 大家平安 罪恶感 定罪意识 是我们的信仰的杀手 拦住我们 享受在神的平安和喜乐的里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因为那是生命的律 圣灵的律 胜过死的律跟罪的律了 愿主赐下今天每一位 因着我们认罪悔改 能够在主的里面 再一次地得到真正的自由与释放 诗篇四十篇十一到十七节 耶和华啊 求你不要向我止住你的慈悲 愿你的慈爱和诚实 常常保佑我 因有无数的祸患围困我 我的罪孽追上了我 使我不能昂首 这罪孽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胆战 耶和华啊 求你开恩搭救我 耶和华啊 求你速速帮助我 愿那些寻找我要灭我命的 一同爆亏蒙羞 愿那些喜悦我受害的 退后受入 愿那些对我说 啊哈啊哈的 因羞愧而败亡 愿一切寻求你的 因你高兴欢喜 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 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 但我是困苦穷乏的 主人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 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 祷告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认罪的祷告 大卫是一位和神心意的人 我们看到大卫的谦卑 我们从哪里看到大卫的谦卑呢 因为大卫是一位认罪悔改的人 是这样子的在遇到了各样子的无数的祸患 敌人的兴起 还有呢 甚至于自我的罪 罪念 向神发出呼求的声音 大卫 向神承认说 在我们十二节的里面这样告诉我们 因有无数的祸患 违困我 我的罪念 罪伤我 使我不能安守 这罪念比我的头发还多 我就心寒战战 这里面 大卫承认说 他的罪比头发还要多 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 实际上 我们不管是在有意识 无意识的里面 我们都会犯错 也有过失 圣经说 没有一人 连一个也没有 都亏切了神的荣耀 当我们遇到困难 祸患 灾害 疾病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应该要省察自己 有什么地方 我们得罪了神 没有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一个真正学习 懂得认罪悔改的人 那么神就帮助我们 神就恩待我们 我想我们在圣经里面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为什么要承认我们的罪 为什么我们要认罪悔改呢 因为承认自己的罪 是一个回复的开始 大卫被无私的祸患围困 内心被罪恶感 痛苦的时候 他就祈求神的怜悯 祈求神的帮助 所以当我们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过犯的时候 那么就能够领受到回复的恩典 我们的灵命 我们的信心 我们的祝福 都能够得到回复 人际关系之间的关系 也得到回复 而且我们的疾病呢 也要得到健康的 这种的回复 另外我们认罪祷告 是我们神儿女的特权 我们并不是因为犯了罪 失去了神儿女的身份 乃是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过犯 再一次地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的饶恕 因为寻求神的帮助 是神最佳的选择 另外我们可以享受到神的恩典 我们面对苦难痛苦的时候 唯有深切悔改的人 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恩 得到神的违转 恩典的祝福 诗篇四十篇十七节说 当我是困苦穷乏的 族人顾念我 你是帮助我的 搭救我的 神啊 求你不要担言 信耶稣的人 跟不信耶稣的人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信耶稣的人 他们在困苦患难的时候 他愿意表达自己的软弱 因着自己的软弱 他就来寻求神 这是我们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 我们看到很多 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人物 他们也都愿意 在全能者的手中 他们很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软弱 跟自己的不足 我们就如同今天 大卫承认说 我是困苦穷乏的 我们圣经还有一位人物 叫做保罗 保罗他虽然 真的是经历了 我们一般人 所没有经历的特别的恩典 跟特别的恩赐 但是呢 他不夸自己的那些好的部分 或者是刚强的部分 他说除了我的软弱以外 我并不夸口 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忽必我 而且他也承认说 我为基督的缘故 就于软弱 凌辱几难 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 因我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刚强了 不像我们一般的人 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 但是我们基督徒是 因为我们的神是 顾念软弱的人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诚实地 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虽然 有的时候我们也会遇到困苦 软弱 贫穷 甚至于跌倒 但是我们不要失望 灰心 越是在这个时候 是我们越要 回转来到神的时候 世界上的system world system 是都要表现出刚强 但是我们的 spiritual system 就是属灵的 这种的系统的里面是 我们软弱 什么时候承认我们的软弱 什么时候 我们就是得着神的能力的时候 重新回复的时候 若是你现在灵命 身体各方面遇到了困苦 难处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 就是假装的 我们表现出很刚强 我们可以诚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像大卫一样说 我是困苦穷乏的 那我们呼求神 希望神的拯救 神的帮助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重新地得力 而且我们刚强得胜 让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承认我的过犯 承认我的不足 主啊 你说 我们什么时候软弱 什么时候就得以刚强 因为你的能力 是在软弱的人身上 显得更加的完全 主啊 求主帮助我们 若是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 正在遇到各样的逼迫 苦难 患难的时候 当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 来到全能者的神的手下 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求你再一次地 赐下你的恩典 和你的怜悯 谢谢耶稣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